组合完之后是这种 我先给你们解写 再把这个平板要压平 太软了也不行 太硬了也不行 太硬了 自己用手去触摸就能感受到这个硬度 一个底部 一个左右 一个前后 五块板 切好了尺寸之后 给它粘上去 粗布的成形做好之后 先放到干燥 第一次成形 开始要用各种刀具 进行雕刻 福田茂老师他的工房叫伍周安 符帽 它这个是刷落款的 它还有首刻的符帽 包括它印章的 然后再加一个龙的雕刻 看这个就知道它是近期的作品 很多日本的这个做盆器的人 包括熊山老师 他也是根据自己的落款不同 未来再过了十年二十年 我们来怎么确认它这个年代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个落款来确认 然后再用这个小刮刀 把这个边缘要刮整齐了 根据外面的厚度进行调整 要均匀 那这个非常花时间的 整齐平划 整齐平滑 它是做的特殊异形法 很特殊的机器用 这种牌也特别适合 文人型的杜鹃 它的这种可以做一张草 种一小梯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